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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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s và Wond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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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还没有送 你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陆老师 还忙着呢 这些都是你要的资料 谢谢啊 还麻烦你专程送来 没什么我是陆 上礼拜您还有一封信在我那儿 我出去采访忘记给你了 对了待会儿开会 走廊上这些照片啊 见证着我们电视台的发展 你看他们呢 都是我们台里各个栏目的节目主持人 这些奖杯啊 是对我们历年来工作的肯定 少台长 吴华 吴华师姐 我喜欢你的节目 我赶着去县里采访山体滑坡的具体情况 那注意安全啊 刘叔 洛恒老师那儿 您帮我打好账户了吗 这丫头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放心吧啊 少台长 你可来了 我一直在等着你啊 敬老院的房子问题 还得你帮忙 呼吁一下 韩院长 咱们到办公室谈吧 好 这位是 到电视台来实习的小高 你好你好 你归姓啊 我叫高兰 中原传媒大学的 马上就要毕业了 好 好 请吧 好 我的调查令下来了 没想到 这么快你就走了 搭档这么多年 就这么容易分开了 说心里话我还真舍不得 可是没办法 咱也不能老跟媳妇俩女分享 走了 听说老黑越狱了 听说老黑越狱了 咱们法制调查 是新闻栏目 不新还有啥用啊 吃别人的剩份 你们还会有胃口吗 陆航 咱不能光吃老本 现在这样的栏目太多了 观众的选择余地也大 事件就是这些事件 咱们不能瞎扁吧 咱们可以把思路拓宽一下嘛 比如说 造假 那造假的销售区道 为什么会那么通畅 那假冒伪劣产品 是怎样走上正规市场的 你们就不能好好想想 咱们的栏目 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视率了 节目的质量要是再上不去的话 台里只好考虑换人了 是走是留 就看咱们这个月的表现了 咱们也不能一直盯着眼前 应该跳出栏目看社会 透过社会看市场 通过市场做栏目 没有收视率 到时候蓝布就得停办 咱们就得一起卷铺盖 走人了 学生高岚向您报道 为什么选择记者这个职业啊 我喜欢 喜欢 仅仅喜欢是不够的 记者是无冕之王 我崇拜这份职业 记者面对的不仅仅是鲜花和掌声 更多的时候是危险和魔力 下一个就是你 谁写的字这么难看 快记得关了 对不起啊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陆老师 我不会介意的 坐吧 最新调查显示 记者这个行业竞争激烈 工作压力大 实际矿工刑警之后的高位值 你吓唬我 电视新闻采访 有的时候就想打仗 你又吓唬我 知道什么是打仗吗 真刀真枪流血牺牲 您怎么老是吓唬我呀 知道什么是新闻吗 新闻 新闻就是中国航天扬危世界了 世贸大厦瞬间让飞机炸飞了 本拉登上天入地再也找不到了 萨达姆的人头落地了 潜规则浮出水面了 高雅艺术变成扯淡了 郭德纲再也不提减肥了 学校就是这么教你们的 我只是觉得 这个职业并没有您说的那么可怕 可你别忘了 我们这是法制栏目 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的 下一个 又是你 请进 拍照 现在我还不能带学生 您让高岚跟别的记者实习好吗 怎么 张黎调走了 你想当孤家寡人哪 台长 我有我的苦衷 高岚还很年轻 有很多机会供他选 既然主一针 还需后来人吗 小高在学校各方面表现都不错 你就带着他吧 再说了 现在国家的法制越来越健全 我相信记者的工作 也会越来越有保障的 对了 你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 去采访一下敬老院 好 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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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出任务怎么不带上我 不是让你在办公室 整理资料吗 资料我已经整理完了 我有采访任务 陆老师 陆老师 我就是想看看您是怎么采访的 陆老师 您就带带我嘛 陆老师我求求您了 不行 反正我已经来了 您上哪儿我上哪儿 我就不信您还能把我给扔了 你这个学生怎么不听话 陆老师 其实我知道您这都是为了我好 您的事迹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想告诉您 为了自己喜欢的职业 我甚至可以和您一样 请老院子不能撤了 你总算是来了呀 房子要是一拆 这些老人们都无家可归了呀 就是啊 这些老人 确实需要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我们会如实报道的 拆房子要是拆了 我们都没 都没家不去 等待那边难受了 我们会尽量帮你们的 太长 这周各老人的收拾情况 已经统计出来了 哦 观众是最好的检验 收视率是观众对我们最好的评价 特别是一些不疼不痒的新闻报道 既浪费时间又没有人看 这样的栏目我看不如砍掉算了 现在的栏目真不好撞 老百姓的口味太高了 重口难调啊 我们的栏目要从基础上开刀 打破原来一成不变的老模式 希望你们的创意 能给电视台现有的栏目 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我们可以从贴近百姓生活 反映百姓问题入手 也许这是提高收视率的一个办法 王国庆 你的栏目的收视率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垫底了 要再没什么改变 我可要撤换了 栏目面临改版 改版方案呢还没有定下来 急并不能解决问题 一个好栏目还需要从长记忆 你们先商量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这个礼拜我要你们的最后结果 来 顾好 过来过来过来 快过来 坐下坐下 陪我喝两杯 服务员上一套餐卷 来 陪我喝一杯 来 怎么 今天想起来喝酒了 台里开会了 台长说 咱们的节目要再没有创新的话 这个节目就更换了 我年龄大了 思路赶不上你们年轻人了 我想好了 是该退下的时候了 来 干 沃亮 我也不知道 快点了吧 对 你 就自己 Cadillac 陆航 来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家里事儿有一点也不操心 整天你都不睡觉 你也不能光顾工作 不要身体啊 等我忙过这几天吧 现在没闹 acre 你重Audio 装修前准备好了 找人装修啊 别忘了 怎么 等不及了 等装修完房子 咱们就该订日子了 知道了 快八点了 你上班要迟到了 真是 急死人了 那条白裤子你看到没啊 应该被你挂在阳台上了 不走了啊 牛奶 哎 我会朝狂上去登记城开下灯具的 走了 拜拜 陆老师 用你封信 谢谢啊 陆老师 陆老师 昨天 靖老院拍的袋子 是不是让我弄坏了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是说我犯了个错误 昨天白忙活了 还好 我拍了些照片 看来 只能去补拍了 呦 不错嘛 这很快就打成一片了 老师教学生就应该这样 怎么样 小高儿表现还好吧 还好 好的 不得了 好 这样我就放心了 台长 靖老院还有一些素材需要补拍 那你们赶快去忙嘛 好 去吧 去吧 陆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不错了 陆老师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陆老师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犯类似的错误了 陆老师 您总不能因为一次错误 您就 陆老师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谢谢 陆老师 你屋是谁呀 你屋是谁呀 女屋 女屋 不会是你女朋友吧 谁会把自己女朋友叫牛屋呢 除非 除非您非常非常讨厌她 陆老师 要不您回个电话吧 你现在就给我下车 陆老师 您把我一个人扔在大街上 万一我真的丢了 您怎么上少台长交代啊 我觉得您还是回一个电话吧 另外把女屋改成亲爱的 我已经搭打电话了 您别换一把 你能不能搭打电话 对 对 在采访呢 赶紧的 有社区事 我在邓锯城呢 看着一堂邓锯 这事你做主 合适就买呗 太沉了 我拿不动 我先搁在这儿 你完事之后帮我拿一下吧 你别忘了啊 就在邓锯城的奥地利店 知道了 亲爱的 你别这么麻了 你这样我都不适应了 那你忙吧啊 别忘了 拜拜 陆老师 你怎么了 我很长时间 都没有听到她笑了 亲爱的这三个字 魔力就那么大 一二三四五六一八二二三四五六一八 刘大爷 您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做操啊 不 等我孙子呢 每个礼拜的今天啊 把那小司她都会来看我 刘大爷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小司啊 这段时间去外地出差了 过段时间才能回来了 哎呀 人老了 快入土了 能惦记我的人哪 也越来越少了 瞧您说的 小司啊 虽然去外地出差 可她心里一直惦记着您 这不 托我来看看您 再说了 以后她不来 我还来看您呢 哦 您这话的意思是说 小司她不来了 来 来 小司啊 等她忙完这阵 肯定来看您老人家 哦 哎 我听您说话 您是小司的朋友了 可 可原来我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哦 刘大爷 来 您冲低微镜头笑一笑 笑我 我不笑 为什么呀 没有高兴的事 一个人傻笑什么呀 刘大爷 我跟您说 我录这段地位 可是为了给小司看 您说您不笑 就代表您不开心 您不开心 小司看了能开心 哦 您是说 我冲着机器一笑 我那小司都能看见 刘大爷 您这么大岁数了 我还咋能骗您呢 好 那 那我笑 我笑 三 四 五 六 一 八 不行不行不行 刘大爷 您笑得太不自然了 您笑得自然一点 哎 您看那边 看他们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五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栏目的创意呀 还是要从老百姓身上入手 既然老百姓喜欢低微拍摄 那么我们就可以办一档 有老百姓自己拍摄的新闻栏目 原汁原味绝对现场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低微报道 另外呢 栏目还可以分几个板块来展现 老百姓喜欢什么 我们就表现什么 这个创意不错 国内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栏目啊 绝对是国内首当 省内独家 好 王国庆 这样的创意你想得出来吗 发动老百姓拍摄新闻 很多我们无法触及的层面 就更好表现了 同时也减轻了我们自己的压力和负担 我确实没往这方面想 办栏目啊 不能总停留在过去的思路里 凭经验吃饭 老王 你要努力哦 另外 老百姓拍摄的作品 只要我们把好关 直接播出就可以 不错 这个栏目就交给你来办 样片做好了 先让我看看啊 好的 五六七停 下面自由活动 解散 小燕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岳志强 你们应该认识吧 我不太熟了 陆大记者那可是名记 比董小婉还红呢 董小婉 也是你们电视台的吗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 陆大记者 你身边的这位美女是 我叫高兰 岳老师 教我小干就行了 你好 你好 他可是中原传媒大学毕业的高赛生啊 竟给陆老师添麻烦了 你们这次能来给金老院跟踪报道啊 我非常高兴 以后欢迎常来啊 这老年人哪 是需要多关心 回去以后 替我感谢少台长啊 谁啊你们拆金老院的 我让呢 我让我拆呢 你们这一片全是拆签范围 我是按规定拆的 怎么的 就算是拆 你们要提前打声招呼 你干啥你这 我告诉你不行拍啊 要拍我机器我给你砸了 你敢 你敢拆 你敢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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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行行 你敢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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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栏目创意 我已经向台里做了汇报 领导很满意 要我们尽快交出样片 我认为咱们栏目创办的同时 可以成立低微俱乐部 一来培养低微通信员 二来发展老百姓的低微队伍 提高老百姓的参与意识 和工作热情 解零还需记零人 提高收视率 老百姓是基础 好 你们分头落实一下 回来向我汇报 对了 需要多少经费 做个预算出来 我向台里面申请 应该不成问题 好 散会 怎么 你也跑到静老院来了 你知道 我呀 喜欢用低微拍小偷 然后报警 来个人赃并货 这不挺好的 有一个啊 叫刘晓四的偷车贼 他偷自行车买钱 是为了给他爷爷买营养品 这次让我逮住后 公安机关要拘留他十五天 我才知道 他爸妈都不在了 就剩一个爷爷在进老院 他这一进去 就没人再看望老人了 所以 你就替他了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过 有时候啊 我也是身不由己 我们这一行业 最多只能是反映社会现象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没办法 是 一会儿我搭你的车回市里 好 刘大人 岳老师 您跟陆老师 原来就认识啊 你们陆老师啊 那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想当初呢 面对二三十个歹徒 面不改色照常拍摄 是吧 要是我呀 早下跑了 那老黑可是当地的一霸呀 所以我才请求少台长 让他指定让陆老师带我实习 哎 这你说对了 要想学本事 那必须得跟名师 是 俗话说得好 名师出高徒嘛 陆老师 您采访的时候 面对行凶的暴徒 害不害怕呀 来不及害怕 在你太专注一项工作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会被你忽略掉 那 那棍棒打在您身上 您不害怕 这就是我不愿意带你采访的原因 这就是我不愿意带你采访的原因 一个女孩子 可以选择的工作很多 这就是我不愿意带你采访的原因 或者说不愿意带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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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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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了 再换个工作吧 你别让我这么天天跟你担惊受怕的 好吗 我 怎么跑到医院里来了 你不会都忘了吧 别动 上车这个时候不能随意搬动 赶快 不打110报警 920急救 喂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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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孩呢 就知道电竞那个女孩 她到底怎么样了 她没事 没事就好 她面可真大 从车里被抛了出来居然没事 你说的是高岚 不是高岚 我说的是车户中受伤的那个女孩 你说她呀 她好像还在急救呢 你感觉怎么样 不要动 你千万不要动 好 一二零马上就到了 清醒 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 车里 还有其他人吗 你千万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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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pie 你決定要动 我待会儿 你冷静 你渐渐 你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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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接折 往后退 往后退 我去接折 接折也不行 往后退 让大家警戒一下后面 警戒一下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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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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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里就你一个人吗 警戒一下 三十五啥给药 谢谢 奶奶 陆老师您可算醒了 您都昏迷好几天了 你啊 怎么就是不知道照顾你自己呢 对了 陆老师 省里举办即时新闻报道大赛 我把您拍的车祸素材剪成片子交上去了 您怎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啊 您拍得那么真实 我是怕您错过获奖的机会 陆航 醒了 小高把你拍的片子给我看了 一经播出 咱们的收视率马上就上来了 台长也同意咱们的栏目继续办下去 我退休的问题准备再往后放一放 只是 这次又让你受苦了 我没事了 今天就可以出院 大千世纪百变人生 DV报导以老百姓的视觉带给您全新的感受 好吃的 好看的 好玩的 尽在咱们DV报导 嗯 不错 就按这个意思来 老百姓肯定会喜欢 哎 台长 啊 DV俱乐部的事情 我也落实得差不多了 您看这经费 哦 你写个报告吧 好的 我们去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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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者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失血超过人体总血量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抢救过程中血压两次归零 如果有充分的时间 伤者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哪怕是再早来十分钟 我相信伤者是可以被抢救过来的 我相信伤者是可以被抢救过来的 钱不多 希望能帮上你吗 他们夫妇俩是回来报喜的呀 燕儿怀孕了 三条人命呀 他们就这样走了 我们可怎么办呢 inclation 到了 这么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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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